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李慧儀 這環節嘉賓有Stanley 早安 大家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股票問題問來專家意見 可以打電話204-6566 或者可以電郵到ASK at BST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還有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回答你的問題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最新又上回16,016點 跌348點 各企指數最新在5408點 跌127點 大致成交暫時有402億 大家早安 Paula、Calvin和Bianca 和Stanley更新的市況 看到港股剛才最多跌超過400點 穿了16,000點 其實外圍消息方面 留意美股那邊都是跌 市源 看到中期選舉繼續膠著 Stanley 看到共和黨那邊的表現 是不是都比分析差 因為大家都預料 如果共和黨拿到控制權的話 可以避免拜登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推估通脹和利率 但是現在還未有結果 看到美股今晚都要跌 加上那些虛擬貨幣那邊都搞不定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美股卑 港股這邊好像又要跟 今晚又要留意美國通脹數據 港股這邊有沒有需要跌超過300點 Stanley 昨晚美股差的 罵迪士尼熱積 早安 迪士尼熱積是頑皮的 但是不知道去的 昨晚其實大家 看美股的朋友 或者今早就看回美股那邊的行程 不是單說道指跌得多 是整個很多板塊的表現都是 好像那些資源股 特別資源股 我講的是特別資源股 資源股跌得很厲害 這一下我也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昨天真的 今早就看回今早的時間 全部都跌得頗厲害 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你說和中期選舉有沒有什麼關係 都不肯定 但是只不過有一點借勢 你說原油的價格 或者是原油庫存 打了上去 OSY就是西方石油 業績應該是比預期差一點的 念到可能氣氛就差一點 中期選舉 我想大家初初期望率 怎樣說呢 期望高吧 這份內的話 大家都覺得現在特朗普的共和黨 這次應該都可以叫做大火全盛 但是 你說現在 跟大家的預期都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其實現在是 所以很有趣的 你見到之前 美國為什麼會跌呢 其實大家是預計共和黨會上台 就是參議院會拿到主要地位 變相之下 有很多的政策可能會鬆 這樣變得有點利淡的美金的表現 但是你看到今晚的時間 因為現在最主要是 眾議院就預計共和黨會贏的了 但是參議院現在呢 其實票數還是還不知道的 所以變成了有一點難搞了 現在沒有一個共識出來的 是 多麼不少 是 多麼 早晨 今天其實市場 超過一點都是 是挺全面的 真的是 是只有一些 叫做內房 現在是挺住的 但是 早晨 Tony 早晨 但是你說 隔夜的時間 就是 差了 不過現在沒有 你參眾兩院那樣東西 我覺得 現在這個局面是好還是不好 未必是壞事 反而共和黨如果真的變成了的話 或者大家會覺得很多拜登的政策 可能更加變成不明朗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樣未必是差的 但是你都可以預計到 很多現在拜登的政策 它就會繼續做 它就會繼續做 但是今晚的CPI 真的是關鍵的 因為始終美匯剛剛這一段時間又回了一些 另外就是今晚的數據一旦真是高於預期 其實真是美匯的大反撲的話 我想今晚的金股市場全部都會被它去搞一搞 是 特別是 因為大家看到 之前 昨天我放假 但是你見到金礦股那些 其實這一段時間是厲害的 那些金額很聰明的 是啊 所以如果今晚的CPI 一旦真是高於預期而美金大彈的話 這些金股大家真的要小心一些 所以真是如果大家有課的話 我也覺得比一比會好一些 因為我覺得CPI未必是8的 是有機會高於預期的 最主要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這一段時間 資源格格是某些每個的 所以就變成了 我不覺得CPI會很低 所以大家寧願一下避一避 避一避才好一點 是啊 大家看緊一點 早晨 回答大家的問題吧 是啊 之前的市場就好像大家都開心一下 打算都是昨天那兩天都是整顧一下 Stanley 看到388大家都好像有一點信心 會不會都已經 其實我做節目我都很保守的 我真的覺得那些市場 你經常都說大家不要那麼開心 是啊 就是不要那麼開心 雖然我也知道 大家看到他之前衝上一萬六千多 我覺得那些市場很軟勢 軟勢扭屁 但我都說真的不要提得那麼樂觀 而且最主要都是那一句 你這幾天的市場打 Stanley 有幾天的市場打 你只是打美匯指數下去而已 你見人仔強了 但是昨天的CPI那件事 我真的 我都覺得其實 出來的那方面 CPI和PPI的數 是有些地方讓大家擔憂 其實我覺得值得擔憂 因為那個數出來 你可以反映到現象是說 你的經濟真的不太行 就是在這一點 這是大家最害怕的 是啊 所以這一點 反而我真的覺得 你的市場 如果這樣計算 人仔要打也挺難 如果人仔不打 你的市場可能經濟又差的話 其實你的市場會很多 你更加知道沒有 就是原先的市場 都沒有條件打的了 就是疫情那些 是啊 你說現在這些 你更加知道不去打 你更加知道市場難 就是你用一個理據 可以推市場上去的話 難 其實向下的機會都大 Stanley就是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 你說很多負面的東西 其實你的市場 都發展得七八八的了 除非你突然間 還有一些 更好的東西 拆的市場才會堆下去 但是你說現在 我當你做算煤也好 你到萬五點左右就頂得住 但是只不過 我之前沒說過市場 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L型 就是你下去才會打橫走 就是打橫走之餘 有個4.4.0 range 但是當你可能是萬五 萬七這樣走 那你變成市場 你的突破就難 就是難一點 你每點不跌 但是你升不起 都沒有用的 是不是 現在三八八都算彈完了 是不是 我看它都上了二百六樓上 小心一點 三八八 那些市場差也不忽略 對 不想了 7500 7500 對 轉軚去7500 對沖 不過買了買一點點 不過 Tony 今晚的數字太過尷尬 今晚因為那個CPI 就是 你問我的話 我也有幾百九成機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低 但是真是說不定 說不定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等明天的數字出來之後 再考慮一次 如果你現在想買的話 不是不行 真的少了 而且如果這樣算 你的市場 因為剛才提到的 你當我的範圍是 15000至17000 這樣算 現在16000 其實上下1000點 你不就是寧願等到市場 可能有幾個月 再彈高一點的時間 才買7500 不是現在買 這位買 當然我覺得 都一定贏面 因為明天CPI 一高的預期的話 過市應該這一兩晚 都會有點震盪 特別是因為這一兩晚 都會有比較多一些 聯署官員出來說話 所以變了 就預算了 都會錯 但是只不過真是 萬一突然間 突然間 突然間 低到預期很多 突然間你不知道要搞些什麼 低到預期很多的話 市一夾那一下都可以很厲害 所以變了今晚 對 JT 都 應該有貨了 所以我覺得今晚 大家反而 如果拿著這些 叫做一些槓桿 有些衍生成分 就是一些槓桿的成分 都可以考慮一下 減一減 當然 你問我的話 其實7500 是一個很不錯的部署 你覺得 你覺得市場 都有機會真的會下去 但你遇到15000點左右 我覺得未必會穿底 除非有些政客 再進一步 一些壞的消息 就是這一下 要接近CPI 高的預期 甚至乎 美國今晚再對 這一下 就有一點難想 JT 如果拿了貨 其實都可以走一走 會有三個都拿著 拿著 拿著的話 什麼反應呢 其實某程度上 第一 對於你說 拜登未來這兩年的施政 一定是有大影響的 就是你去做很多的 有很多的大計也好 一定會被禁止 很大的原因就是 那個 財務上限的那些事情 一定會很難談 而且因為 不要再說 你現在以往的時間 就是拜登有很多事情要做 其實你會容易很多 因為你容易搞一些 你會被他控制住 參眾兩院 但如果一旦你現在 叫做是 可能 共和黨主導完的時候 你按照你所有的計劃 它不禁止你也好 會全部和你拖 不斷質詢 你之前的時間 你有一些 可能是刺激堅持的方案 你一做這些事情的話 就會跟你拖 可能拖你一年半載 你拖的時間 你那些事情做不到 你自然下一屆的時間 就被人拖到台上 一定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 如果這班都控制了的話 是很麻煩的 反而怎樣就用民主黨控制了的話 怎麼說 施政會會很送槍 至少在市場上 會少到一個 對大家害怕的 擔憂的原因 但是Kavin現在不會 現在眾議院都已經是甚麼 眾議院已經被共和黨立了 在這個參議院還未定 因為參議院是49到48 但是那三個地方 有兩個 應該是再分的 共和黨贏 一個贏 一個民主黨贏 另外有一個好像羅華達州 現在是因為好像 不是奧拉達呢 奧拉達 對啦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選票 一個叫做得票率 低於五成 要重選的 要走下去要重選的 所以有一個局面 就是說 有機會就是50對49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你可能到最後那一席 可能真是被民主黨贏回的 那是50對50 是啊 Tony說最麻煩的是共和黨 就是在重點殺的 現在一次要這樣 民主黨 是啊 會不會最高機的 但是沒有的 那你就爭論了 現在這個情況 你說是不是最差的呢 都兩體 最差的是共和黨立了 但是如果這樣算 兩個就爭論了 其實你過去 很多時候 你看看過去的經驗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中期選舉之後 都是大家叫做分開 就是有機會分開一個 一個在參議院 一個在眾議院 但是你遇到這兩年 很多施政又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很多事情要聊天 是啊 要再次都密切留意著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 電話再答大家問題 電話旁邊有張小姐 早安 張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你什麼 是 是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那個吉利汽車 我是9日買入的 11元買入的 現在有9000股 但是現在跌了很多 我想加倉 拉下單價行不行 哦 想交回環 就拉下成本加單 就是它的數出了OK 但都要跌 OK 我都說是OK 我都說少有敵 我都稱讚它OK 但是又是那件事 汽車板塊 我一向都說我看淡 甚至乎我忘記了幾次做節目的時間 我都說 一向我都不是很主張 大家搓東西的 但是汽車板塊 我都說你一聲就搓 我覺得這個板塊 是我看得很可憐的板塊 我真的很想要大家 要大家做一些搓東西 但是汽車板塊 我真的覺得是 一彈歌就可以做的 加倉就好一點 始終這條數出來 是叫做對板 或者這樣說 但是沒有辦法 整個大環境 其實現在對於汽車板塊來說 都是差的 所以暫時你一刻 你真的沒有計 但是你說買來要鬧貨 可能拉下成本價 或者這樣講法 張跳姐 你賣入價是11元 其實跟現價比的話 嚴格上 不是差很遠 只差1元 1元其實你想想 跟開機可以一成了 所以反而突然轉 我反而建議你 一天考慮一下止虧 就算了 如果你想拿著貨 又想拿著貨 又想拿著貨 不是不行 但我寧願 你買一個什麼 令某一頭起 因為升上來的時間 你可能那一下才追貨 那一種薄法 可能更好 因為你現在買 老實 當然了 我又覺得 它的情況 未至於像圍水那麽慘 那些又死定了 那些我只拿那些 那些隨便有錢賺 不然它說不用你去 但是你說 吉利的價錢 會比較 就是越弱些 但是它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它現在說 會分債到極限的消息 那些消息 你不可以再去 那些消息的時間 你才可能考慮 那些股價 現在彈了一下 你才加倉 就是你賺什麼 賺到那一刻 還沒升完的 再升上去的時間 拿一個平均價 因為說真的 老實說你現在買 這樣算吧 平均價大約10個半左右 我當你10個半左右 那你落上去是不難的 不過可以的話 就去等下 是啊 等下 反而等它再升少少 反而都很遲 張小仔也要參加 Sandy 意見 Kavin 說得對 其實現在的疫情 內地是最麻煩的 這件事 所以變成了 即是內地的經濟狀況 你這樣搞的話 你預計了第四季 應該會挺大件事 那先聽林山電話 林山也在 早晨 你好 林山 喂 早晨 早晨 林山今天想問什麼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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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股 他不是 他買這個 是他買的 好像 他批股嗎 他好像不是批股 那你成交這麼大 我私養他批股 你想今天 這個 是啊 他好像 指金入股 招金 是嗎 因為他應該是好像 不是 我批貨是什麼 應該是 復星 應該是 現在把招金賣給 賣給 自金 應該是那批貨上版 這樣 那 利好還是利淡 那件事 按道理又 我其實覺得是中性的 因為你沒有什麼 你只不過把你的股權 轉給自金 當然 兩間公司做的事 都算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對它來說 可能是正面一點 但只不過 我都說了 金價最主要是看美匯指數 現在都是 你金價都不行 你變了現在 如果你假設 今晚的CPI比預期高 你還要這樣抽 金股 我又覺得真的會 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散散地 所以如果變了 你現在 你現在不要 先等一會 林先生也可以參加 你的意見 多謝你的電話 好嗎?繼續聽到這個電話 電話旁邊有 林小姐在這裏 早安 林小姐你好 你好 林小姐你好 早安 阿Sir 謝謝你 是 我想問一下 857 我就有貨的 是 883 我沒有貨 是 我想 希望你給我一隻 我就想 這個意思 問一下你 好不好 883 好不好 如果好 你給他 預見我 什麼價位可以買 還有 如果我買了 又教我什麼 價位貨 OK 明白 但是他拿了857 不過你本身有857 其實跟這個883 因為都是同一個板塊 都是叫做石油相關的板塊 當然 如果論回 我比較看得好的那一隻 一定是883 因為我都有貨 但是我比較想是低位買的 所以我這一隻 其實我又不要管他 但是現在 是不是一個 買的時機呢 當然 隔晚的時間 你看得到 就是那個叫 剛剛都說的了 美國的油股呢 昨天都跌得 都挺顯著的 那些資源股 今天借883 相對比較硬正 還有就是因為 這一批的股份 其實有個情況就是 他們會高息 就是他們的業績好之餘 也會派一個 叫做不錯的息率 變成對他們的股價 有很大的支持 其實中石油呢 現在的息率都高的 就是現在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都差不多是 接近百多的 所以我建議你 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有貨的 你考慮一下 拿著它先 我覺得你拿著它先 問題又真的不大 雖然 它未必可以 跑一隻白白山 但是你說油股這一隻 你拿著它 我們當作收息 OK的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只不過 如果再加著中石油的話 現在這一刻 可能是一個好的時機 我會建議你暫時 等一等先 但是OK的 你有這個想法都OK的 只不過我覺得 既然你有中石油的時間 拿著它才無防 好的 林小姐也可以參加 Aston的意見 多謝你電話 繼續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先回答Tony的情況 我昨天看到那堆數字 我也有這個想法 我也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它有 怎麼說呢 我覺得它有少少通縮的擔憂 因為 當然現在BPI的跌幅又不是厲害 通脹率也不是高 但是通脹應該在某程度上 和這個豬肉價格的關係 也在這方面有些關係 還有呢 其實我想講一點一點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假設通脹那麼低 你的BPI這樣的話 其實是你反映了一件事 很多東西的需求 其實是弱的 需要弱的 最後的情況就是 你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理想才會這樣 所以呢 你應該下星期 明天這段時間 就會出一些零首銷售的數據 還有一些固頭的數據的話 我想畫面會比較清晰一點 但是你說 它有沒有條件大江湖放水呢 因為這個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它 就是說你說內地方面 其實 沒有程度上 它都要走這一步 它已經沒得選的 但是第一 你的人仔現在已經這麼弱了 你再大江湖放水的時間 其實影響會有多大 還有呢 我想它現在有點怕 就是說你一放得厲害 你收不回來 尤其是因為現在 就是內地有很多的效率 就是以往的時間 其實呢 就是當你那樣東西 放水那樣東西 以往的時間 你放水 我想全球都是這樣的 你放水的話 你怎樣 這個動作 去刺激經濟 叫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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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經濟 可能有些叫做 引擎著發 OK 其實以往的時候 是OK的 但是當你現在 因為內地的那個 就是這方面的效率 其實現在那個叫做什麼呢 那個叫做什麼呢 那個叫做效率 就是出什麼 那個terms 我不知道有多少 總之就是說 現在你可能 放1元的負債出來 你希望可以 generate 回報 或者撤股經濟 那樣東西 現在我想是極尾的 可能你以往的時間 就是各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透過這個叫做借錢 高個GDP 每個人都這樣做 但是當你的效率 去到一個極低的情況之下 你要發現到一樣東西就是 你引人錢已經沒有用了 就是內地的情況 現在當你100元的負債 可能 generate 到多少的GDP貢獻呢 可能一分鐘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有沒有1元 其實這件事是幾糟糕的 我想前十年左右 其實這個數字 可能是100元的債 可能 generate 回報 都可能只有10來元 現在只不過是否更加的 效率更加低呢 其實你再引人錢也好 你的幫助 助力已經不大了 所以現在是難搞的 現在是難搞的 再加上就是說 你的疫情 現在你看到內地方面 都像KB和華齋 很多地方你那個疫情 現在這麼厲害 其實你想想想 廣州停學呢 是啊 停課停學 然後你的重慶 很多叫做經濟的重鎮 都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難搞的 但他現在很心急 都想搞一些內房 Stanley 是不是 是啊 大民企債券融資那些東西 但變成這樣東西 有沒有幫手呢 其實這件事就是一個 又是 就是 你可以說 現在靠這個方法 叫做 找一些人 找一些公司 什麼都好 把那些債去 但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根本上 對於內房的問題 債是一個情況 第二就是 你根本上那個需求都不行 你連賣賣都賣得不好的時間 你靠這件事 要命 指標不自本 指標不自本 即是讓它氣氛好些 都難的 為什麼呢 你說2500億 你看下去好像很多 是 但問題是 你又是自己的 即是你都是吸引自己的水 現在這裏就是吸引外資的水 是不是羊毛出在羊生上 是啊 但是到時候你爆不就更大件事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二千百億 說真的 一間恆大 都過萬億 真正 你想想 沒有什麼恆大 融創的那些都不是少 是不是 搞不定 你聽下去的數字很大 但是你想想 你根本上 你怎麼夠呢 即是你預了一些 其實你應該 預了一些犧牲的 你一會兒 即是犧牲 犧牲 死了好過 再救回去好過 現在你這樣搞的話 都搞不定 好 有一段時間 好 先聽林小姐的電話 她好像有個問題都想再問一下 林小姐你好 是不是林小姐 你好啊 是 林小姐做什麼 是 林小姐做什麼 經常就說 叫我拿著857 857現在跌了很多 我在耀才那裏買的 那現在我就想問一下 如果我再買加碼好不好 還是買883 海洋石油 好 原本是 因為林小姐 有時候股票的東西 我明白的 有時候你可能有些股份跌了很多 或者你會 因為857 我不知道你幾次買的了 可能你會覺得跌了很多 你會有些擔心 的而且確 今年以來 如果說今年以來 883的股價 是排人至857很多 883應該年初至今 我想它升了差不多三成多 857好像是跌得到 它未必跌了那隻藍籌 但它也是跌了下去的 所以你說 它可能買的價比較高 你又跌了很多 我明白的 但問題是現在這一刻的時間 你要再加著石油股 剛剛提及到 你本身今晚 今晚有個比較上級重要的數目 公布出來 如果公布出來的話 如果萬一假設 是的 真的可能你說 很低於預期的 甚至乎在那個預期的時間 怎樣高低都好 我覺得市貨 一旦比較大的波動的話 油股有機會 都還有一些震盪 所以其實你說現在 你說是不是一個買 油股的時機呢 我只可以說 由那個看好的 但那些可以等的話 你不就先等一等 因為有時候 我想不是說 即是2.5案 有時候要是 你坐在那邊急門 就是你有時候很急 你想買一些東西 甚至乎你自己沒有特別的研究 你純粹聽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投資方法 我不是阻止你買 但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也要想一想 因為很簡單的 買完之後 明天掉了下來 可能你再打上來 就說買完了 掉了下去 那現在怎麼辦 其實沒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不如自己 或者這樣說 先等一等 可能等一些東西清晰了的時間 你要再買都未遲 知不知道 股票市場呢 每天都開的 所以你放心 不需要急在那時 叫你一動不如一靜 沒錯 謝謝 不要動著 拿著8.57 先不要想著又轉8.8.3 其實都是同一個板塊來的 不用急著 先等時機 好 謝謝你發問 那繼續答問題 我記得Tony有一條1072 才忘記回答他 昨天首多多 15.6 但你進得好 但你進得好 有一個好位置 是否拿著算 其實你說這一兩天 這一類的電器設備 是回落下去 但是又不太擔心 始終你說1072這些 有業績支持 他真的不怕 他可以的 但他真的 因為始終他的介格 在高位度上 這樣算 沒有東西拿著先 不過你也很大膽 是Tony 不是 我一直都說 你去看他 是呀 你去看他 是呀 你去看他 給他吃的時候 你去看他 是呀 我都說 就算你不去看他 那些小鵬 理想那些 為小理 一旦就可以去看他 不用想太多 是呀 JT想問992 他沒有貨的 怎樣看這隻聯想集團 之前出了份業績沒有多久 是 好像都有賺8.1% 是嗎 他又ok的 他業績其實是 你見到 他 我這樣說 他業績是對版的 ok的 我和他在想論中 他是好的 是ok的 但是有一點就是 始終他去這個範疇 你去做那幾番東西 我要做3C那幾番東西 其實全部都 那個景氣 都是不理想的 就是你電腦的市場 現在基本上是好像 有出貨量差了 你手機出貨量又差了 當然是唯獨是靠一些什麼 可能靠一些伺服器那類的東西 就是那些高速運算那些 可能那些就做ok 但是也不要忘記 那些成本的東西都在上去 所以對於他這行的看法 我只可以說 聯想交條數是ok 出來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表 這樣算 但是前景就真的 就是不敢太樂觀 所以你的價格 即使這一陣子 可能有一個彈幅也好 嚴格上 不是多的 所以就變了 現在都是不要走多了 我想你對於這類的3C 就是好像你說這一類的產品 甚至乎這個板塊 我不是那麼敢跟大家買 因為你看到那個景氣 真的全部都是差的 所以就變了不要多偷住 不要多偷住 Kicker 問今晚的CP 剛才你講了很多 你好啊Kicker 會不會是很近8 會不會是怎樣影響著這個行指和交流 其實我覺得不止8 我是覺得應該高過8 即市場預期是8 我覺得是高過8 所以變了 今天 comment 我試了什麼都好 我又抱著幾有戒心 所以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高過8的話 快點說 高過8也好 甚至乎 我當它不是8 我當它可能7.8也好 其實那樣東西都是真的 它都不是低 即是如果它 假設不是有一個很顯著的回落的時候 其實意味著一件事 意味著就是說 你加息的步伐 你不可能會減 即是除非突然之間 你說現在只剩5而已 它有很顯著的下調 對市場來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你可能真的有機會 可能加息的步伐 會減慢 但是你現在這麼高的話 其實你沒得玩的 大家都還怕加息 很難搞的 很兇險 很兇險 所以這個數據出來 看你怎樣演繹 已經很難搞 即是好像剛剛我提到的 出來 除非你突然跌很多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想一下 你聯絕方面 你憑什麼可以不加呢 還有一件事 我當你這一圈下去 下去7.8多 但是如果這樣算 你下一圈 你覺得會回嗎 因為你不要忘記 其實你所有的東西 就好像那些 資源價格 留言價格的話 其實幾乎這一圈沒有回過 油價 那當然是油價而已 油價這一圈 都是爬下爬下 爬下 爬下 今晚的數據出來 除非是大跌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有沒有你說的 就是說 你說跌下 大家會覺得 好像有一個預期 或者是覺得 通知壓力小了一點 但是 問心 正如剛剛提到的 7.5 我當7.5的意思 7.5就很低嗎 一點都不低 其實都是 Kevin沒有聽書 Stanley說 所以不會 所以問題是會不會 就是你見一些東西 沒有便宜過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今晚的數據出來 你可以問 可能那些行人 那些人出來又說 可能說 是的 低個預期 可能那個 加息報復會不會減慢 那些呢 我其實不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相信的 現在的行人 你看到那些行人說 什麼夏年的時間 什麼夏年年 加息交到夏年 二、三月份 跟著說 夏年的年中打後 開始減息 但是說真的 那些東西這麼難預計 你今年的情況 誰預計得到 今個禮拜 和下禮拜都不知道 所以根本上 那些預測 那些人說 夏年會怎樣 我其實完全都 都不會理 看完就算 看完就算 Kelman 那你自己密切留意 很險的 所以假如今天 真的沒有 真的有這樣 如果有些板塊插著它 你覺得OK 安全的 有業績支持 就不可以去 但是 假如今晚 先把CPI出來 什麼狀況 因為今晚 一出個數據 你預計金股市場 應該都會很波動 是啊 所以剛才Stanley提到 大家拿著金股 那些就可以 是啊 今晚真的 自己要小心 天齊最近都多人不問 事源 那個里價好像早兩天 破了歷史的高位 但是他們不跟 你今天都回來了 昨天也有升 升了好幾天 你現在回來了 還可以進入 我對你業的這個板塊的看法 有一樣東西 他們的業績是很厲害的 你見到你增長是超級 那幾倍的增長 其實按道理也是很誇張的 但是只不過有一樣東西 你擔心些什麼呢 你擔心那個里價 會受到一些政策影響到他們 我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板塊不是不好 但是不敢買 其實是不敢買 原來我是不敢買 是 幾百會不會2024年才停加息 我其實不知道 Kelvin 因為最大的問題 問題是說 你現在一個 因為如果你看到一個原因 如果啊如果 如果 原署局 它將那個叫 那個通脹目標 它不是定在2 可能它面對而迫於現實 它調整這個數目 其實大家可能沒想到這件事 它可以調整的 它可能現在 可能一個叫 基於那個通脹 長期都是高的 可能它將2 這個目標 上調 去到3 它要當短期內 它可以人容忍去到3 其實如果這樣動的話 變相之下 它可能真的加息報復 有機會會減慢 但是如果問題 現在 當前的環境去看的話 其實你沒有條件減慢 所以 根本上我覺得 就是 很多時候 像是Kelvin說的 除非突然之間 你去到5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覺得你加息報復會減 但是 加到什麼時候 真的沒有人知道Kelvin 這些都不需要 這麼深究 真的要去 真的 Kiger就說 內房好像碧桂園那樣 等等房企 其實停了國際評級 聽下去其實是一個 不好的消息 絕對不好 但是昨天 集體炒上 那些意思 Kiger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因為 以往為什麼有這些評級呢 就是如果假設 你要向外發債 就是你要解釋去吸一些 叫做外面的投資者的話 其實是 院士對的 不是 因為我和Kelvin說 沒錯 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如果這樣做 其實是差的 差的原因就是 其實你為什麼要發這些評級呢 就是因為你想做一些 可能融資安排的時候 可能國際投資者 就是假設一些基金 可能會規定自己 是不可以買一些低過某個評級的東西 所以你有一個評級的話 變相是說 你可能叫做 guarantee 就是這個保證 你的企業是ok的 別人才敢買你 但是你這樣動的話 你說你沒有評級了 那很簡單的 我原先拿你的時間 你是那個評級 現在你沒有 那我就會沽你 因為我已經沒有一個 叫做三口的指標 那我就會沽你 反過來 你現在是因為內地的錢 會幫你 內地很多都不用跟你的評級 甚至內地的評級的時候 那我就會賣你 其實就是這樣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一定是不好 之後你要拿回那個評級 解釋 假設 亂來捱過這一關 你下次要找一些外面的資金 去賣你的時候 你又要重新申請這些評級 找你來搞 所以昨天彈 大家都很一頭霧水 但沒有的 那一下大家 我想彈的那一下 是因為大家看到的消息 是說內地方面 有2500億的那個消息 不關那個評級的事 阿通你都說 佔內房就行不行 我看到他剛才問佔內房 如果其實內房差就這樣 但是你現在這個位 怎麼說 你沒辦法掃的 已經跌到這樣 幾了 還有主要帶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政策 現在一面倒地 這樣撐他們 如果你要放內房 不如放那些什麼 汽車股就算 就是汽車股就很直搏 但是內房股呢 不是說不行 但是就 因為它主張是很消息 負面消息交集著 所以真的看你 有些看彩數 那樣 就是看你那一晚 他有沒有出一些 你又好你膽消息 這樣 但是如果你要搏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突然說 那些汽車股 真的不用想 是啊 是的 留意著Tony Kelvin股說 有很多猜測 假設沒有評級的話 你連立法債也不如 立法債 因為你都沒有評級 你都不知道 評級是哪一個level 那一定要是 因為人家的評級 人家基於公司的常運能力 還有一些場地狀況 都會給你的 但是你沒有的時間 其實你都不知道去什麼級 簡單來說就是你沒有評級 沒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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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可以 你說什麼 所以其實這件事 都挺不利 挺差的 好 看看有沒有遺留大家問題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現在我都留給Sammy 回答給你 沒錯 因為時間其實差不多 是啊 講一下講一下 都已經幾十分 是啊 Danny在忙 好 也先謝謝Sammy 109還是什麼 那些不搞 這些 其實內房 你沒有什麼意義 你說覺得去Port它也好 一定不預計大家買著 但是Port的話 我覺得 因為夜面比較高的 那些 你寧願選擇 汽車股好 為少你任你選 對 為少你任你選 每天都這樣 一彈就可以 一彈就可以想 為少你真的 當然彈那一刻都可以很厲害 但問題是 其實彈完之後 跌都厲害 跌都厲害 大家都可以參考 Stanley的意見 我們下午1點半 都還有一節 大家到時都可以發文 我們就放Stanley出去 跟Stanley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有持有的 都跟大家申報了 謝謝你 這環節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請轉好見